我們看一下範例如的第四題 題目說它說半圓的直徑是6 半圓的直徑是6 不好意思 半圓的直徑是6 有個舉行是abcd 他說ab是落外直徑上 所以這就是直徑 吳佑總 請問你abcd的最大面積是多少 這個題目怎麼算呢 我先講一下 當我提問它最大面積的時候 我想到的事情是兩件事情 因為講最大 那一定是講的是個不等式 可是當我講最大的時候 我其實想的第一次是什麼 想的是二次函數 因為會有那個最大值跟最小值 對不對 所以這題目其實事實上也可以 也可以用那個什麼 最大值跟最小值算 用那個二次三值算可以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範例講的是 算數比例數大於幾的比例數 所以我們用那去想 所以我們怎麼假設呢 我們就假設 注意看喔 我們假設那個ab呢 對不對 ab等於x好了 我們假設ab等於x ok 然後再來bc等於y 所以這裡寫上去 這裡寫上去x 這裡寫上去y 好 那現在問起來 你要如何去列式呢 你覺得怎麼列式 好 這邊的話肯定是那個圓形吧 對不對 然後你把那個圓形呢 跟這個c呢連起來 好 假設這邊是o 好 那請問你oc的長度是多少 oc的長度 應該是多少 因為子徑是6 所以半徑應該就3 會嗎 所以換句話說 這裡是多少這裡 這一段 op的話 是不是應該就是2分之x 因為整個是ab ab是x嗎 所以千一半的話 應該是2分之x吧 好 然後呢 這個是個整三角形 這個應該是個 直線號形 這個bc 所以3的平方 就好3的平方 就等這個 2分之x的平方 注意喔 加括號 2分之x的平方 加上這個y的平方 好 那你把重新整理一下 可以多少 重新整理一下 變成呢 4分之x的平方 加y的平方 是9 對吧 好 這個是原本的那個 可以這樣子去做一個 設計的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 另外一個方式 但是這個設計 比較複雜一點 好 接下來怎麼辦 你知道嗎 卡住了沒了 他直接定位停車問題 最大面積嘛 對不對 那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 矩形abc的面積什麼算 矩形abc的面積 去想一下 如果從這裡來看的話 不是等於xxy嗎 因為長更換是xxy 對不對 所以你要利用這個式子 轉換跟xxy有關係 所以我要用 算數平均數 大於幾個平方 概率去想 所以就等於2分之 這個 這個 4分之xxy加上外平方 會代表 根號 4分之xxy加上外平方 你看看得到嗎 不是 兩個相加除以二應該代表 根號 相成 會哪 啊這個多少這個 4分之xxx加外平方 不是等於9嗎 所以這邊的表這個成為2分之9 然後代表 來 這個是剛好可以消掉根號 所以就變成什麼 2分之xxxy 對不對 然後兩邊呢 算多少 2 所以變成了xxxy 小於等於9 所以我可以知道 它的最大值是多少 因為我小等於9 對 所以它的最大值 就是9 這樣對不對 答你等啊 當然如果你不要這樣算的話 有別的方法可以去想嗎 有 但是可能吸收過程會很複雜 就是一樣的 這裡不是3嗎 所以我講說這個地方呢 如果這裡是y的話 這裡呢 可以直接用bcd 算等 根號 3的平方乘以y的平方 對不對 就是根號 3的平方 應該是3的平方 緊掉y的平方 就bcd 嘛 所以這邊呢 變成兩倍的 對不對 所以總算面積就是 y 乘上兩倍的 根號 3的平方 解掉y的平方 然後把這個乘進去 這一樣 再做那個 配方法 找出最大值最大值 但這樣算很複雜 因為有根號 你知道要乘進去 太複雜了 所以我建議它 會做得比較快 這樣會啦 好 跟著白錢上去